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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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季节青年 发现有二百个弟兄不见了 什么 有二百个弟兄不见了 哪儿去了 会不会是拖对他晚了 不会 他们对主公非常忠心的 绝不会逃跑 查 赶快去查 嫂子 你跟着一块去 给我查清楚 我们现在离寒谷关还多远 还远着呢 前军到了荡城 主公 咱们孤军深入 在不星夜奸城 什么时候到汉宫 小大人不能在星夜奸城了 几万人的军队 拉了这么长的战线 这不叫人跟您合围吗 这不出事了 这样吧 明天所有的兵马 到高阳集结整备 给了我 大人准备是 等会儿 从大人到许多 小小的兵马 这不出事了 我六个班 我吧 你够了 你够了 到去啊 我把这团员了 他还不够了 你够了 你够了 陆子 你够了 还有一个孩子 孩子 是啊 这还有一个 说秦六年 于立养 我怎么会有住在秦国的亲戚呢 我也不知道 今天一天就来了三十多个 全都是来投奔您的 父亲 要不然 我让家丁把他们全都赶走吧 爷 留下吧 可是咱们负担不起啊 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 流落民间的那个宋义了 留着吧 孩儿知道了 齐国的那个使者还在吗 他一直还都在府上 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 公主 时候不早了 你快早些歇息吧 公主 重庆求见 快快有请 派见公主陛下 大人快起来吧 是 公主 公主 刚刚扶上那老费睡下 夜半前来 惊扰公主了 惊扰倒也没有 这几日 本宫正想找你商议此事呢 是吗 对了 公主 我特欠信使快马加鞭 送得比那军机还要快 想必此时 张将军已经收到公主的家书了 此事还要多谢大人了 不不不 此事我也应该多谢公主才是 谢我 是啊 公主 我把你的家书略微进行了修改 你改了我的家书 没有公主 没有改 还是公主您传上的家书 我只是代替公主在上面说 请张将军带兵回咸阳 你要干什么呀 你只是想夺赵高之位 干吗要把张寒叫回来 公主 那天我已经说过了 我并非想取而代之那赵高 丞相的位置 对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公主 你低估我重信吧 难道 难道 难道你要谋法 大子乡陈胜吾广起义 别的我不知道 唯有一句话传到宫里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怎么 公主 不曾有耳闻吗 是 张将军 今日不妨坦诚相告 在下违背了您的意思 我不光在前线战事上 安插了许多人手 也在我们的后方 咸阳的宫里 安插了许多眼线搜集情报 好 司马兴大人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 在我张寒的军营里 只有战斗 不许过问正直 这些情况对将军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些情报 恐怕这次就很难救下陈夕公主 陈夕公主素来和我一样 从来都不关心宫内的政治事情 这次她怎么会突然涉险呢 公主为了救你 准备刺杀赵高 什么 我已经安排了赵高身边的崇信 救下了公主 我和崇信有些私交 但是她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我还把握不准 公主不会如此于傻 公主更不敢如此胆达妄为 公主只是看透了你的将来 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事到如今 你救不了你自己 也救不了公主 谈何拯救大秦呢 司马兴 你如果再敢胡言乱语 我定拿你军阀从事 将军真正的敌人是在宫中 不是在战场上 火害有必甚攻 不过是一个半病半疯之人 公子子英四处流浪 难在宫中露灭 至于赵高 正是张将军 把朝廷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敌人 进行殊死搏斗之时 他才完成了这些祸国之举 我看秦之王父已是早晚的事 不是一人一将所能左右得了的 将军 您还是考虑考虑你的将来吧 在下告辞了 来吧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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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這沒用的傢伙 隨他去吧 等蒼蠅再唱歌 大王 你們就要出征了 楚國的男兒就要泡灑熱血 寡人 就在這裡等你們 等你們凱旋 跟你們一同飲酒歡呼請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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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那神器什麼東西 將軍不要生氣 嬴政這輩子沒做過什麼好事 只是乾淨的一件事還算一路路 什麼還算英靈 我北英拿著劍和你們一同前往 就讓松毅將軍代替我吧 親軍以戰功封賞各將 無功者就沒有地位 羽兒啊 你不用擔心 你讓他背風去吧 隨他便吧 只要戰士一開 全軍上下 誰不以你相語 馬首是瞻呢 雅夫教導的是 是 從現在起 我封宋義為親子官軍 眾人一律替他調遣 為我大楚爭套抱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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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義學不負大王勝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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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辱之事不是一朝一夕 你得記在心意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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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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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到了 我們失蹤的兩百名士兵 全部被人殺害了 什麼 被人殺害了 誰 不像是清兵 因為幾名殺人從來不掩埋屍體 而我們這兩百名士兵的屍體 全部被人掩埋了 雖然埋得很淺 但是看得出來 處理得很匆忙 我的手下查到了一個線索 很有價值 說 在我們大軍身後 大約三十禮拜 有一大股流民 他們一直是鬼鬼祟祟地盯著我們 我懷疑 這件事是這幫人幹的 流民 如果是流民 就應該跟我們一樣 殺秦兵啊 他殺我們的人幹什麼 怎麼可能是流民 我倒希望是流民幹的 哪怕是秦兵 這事還就簡單了 小大人 別忘了有一個人 一直在惦記著我們 誰 范曾 你誰 遙控不光 我好 趕走 李宗奎 欺子官軍大人怎麼樣了 欺子官軍大人的車上 到处都是苍蝇 苍蝇不见了 这么多苍蝇 竟成亲截队地盯到着车 神术不一样 怎么回事 亲子将军大人在车上 大吃大嚼 弄到了车子 以致苍蝇成堆 这才是亲子大人的本来面 命令全军 就在前面的安阳镇驻扎 与将军 尚将军命令 在安阳镇驻扎 我们离居路还远 离开鹏城没几年 为何在此扎营 家父 你身同谋略 主帅这是何意 老夫才熟学浅 主帅的想法老夫不解其意呀 不解 紫棋 在 你去问问亲子官军大人 为何在此主张 诺 驾 陛下 可算来了 快 快出宫去 想办法告诉文武百官 就跟他们说 他们的皇帝没有封 告诉天下的百姓 他们的皇帝正在受盖 让他们快来救朕 对了 这是先帝留下来的玉皇 他们见到这块玉 就会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救我来救我 快 怎么 你也相信那赵高 以为朕真的疯了不成 奴婢在这秦宫里生活了四十多年 怎会以为陛下真的疯了 那就好啊 快 快去 陛下 先帝死后 侍寝的宫女们 无论是有无子嗣 都被他们杀尽 您可知道为何 一半是因为陪葬 另一半是因为 剪除勾连之士吧 是啊 你指的这另一半 就是这些宫里的妇人们 或多或少知道 些宫里的密室 而被他们绝口 你知道我是怎么苟活至今的吗 先帝一死 我脱掉鞋袜 光着身子 劈头散发 泡去柴房 帮那些太监们劈柴做饭 用碳块往脸上磨 为何呀 你也疯啊 我没有疯 正是因为没疯 还比他们都清醒一点 所以我才装疯 逃过此劫 那你的意思是 让我装疯 是 陛下 如要活命 你就不应该竭尽全力地 去澄清自己没有疯 而是让赵高他们觉得 你已经被他们逼疯了 这样才能活命 世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 原来如此啊 陛下何止 是 当年扶苏被杀 他膝下有一子叫紫英 活了下来 一是因为 他与晨曦公主支持我 二 是因为他疯了 他整日睡在马厩里 以稻草为事 咒服夜出 满嘴风化 他 我当时实在是不忍 他在咸阳再待下去了 就把他给放了 今日我才懂 这人被逼到这般田地 一年又一年的装疯卖杀 该是多么凄凉啊 紫英啊 对 错怪你了 事到如今 也只能孤起一事了 老姑姑 你请办法 找到那紫英 你让她送来救我 就算不救我 也要救救 这大秦的积业啊 是 贤弟 你怎能想到你身后是如此光景呢 你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 什么秘密 这个秘密啊 可让天为之贬色 地为之镇产 这个秘密就是 我是谁 你不就是你吗 对呀 我就是我 我的这个我 又是谁呢 太深奥了吧 等等 听 豆子叫了 豆子 豆子在成长的时候 一边长一边叫 春耕下收 瓜暑地落 只有我 和你的花花知道 我的花花 你看 花花什么都知道 她在听我们说话呢 你这四孩子不去放牛 好事和疯子说什么话 妈妈 她不是疯子了 你 不许哭 我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谁 疯了 疯了多好 走 好 花花叫了 骨子也叫了 莫要小看 这 这就是天下 天下就在整个骨子里 主公 主公 彻底搞清楚了 这只尾随我们行军的流民军 是魏王豹的人吗 军中主将是刚悟侯 魏王豹的人 咱们跟他没过节呀 他干吗要杀人呢 是不是怀王对我们不放心 故意派人暗中监视我们 不会 一个是怀王派在西进的在世 他如果不相信我们 跟踪就可以了 干吗要下手 除了怀王 只有项羽那边了 项羽 不太可能 这支部队行迹非常诡异 他们白天驻扎在隐蔽之处 重做流民军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只有在夜间行动 并且始终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样看来 他们的行动是有计划的 他们要动手 能够选择最好的地方 就是摇关之外 把地图拿来 首先要查清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到底要干吗 在这儿 卢公儿下这儿等着他们 诺 军师 和昨日一样 清子冠军大人说 方案已有 不过在我胸中 我再问他 他便不再理会 是天哪 还是这些话 宋义好像商人自卖自夸一样 开口碧奖对处 是如何如何的爱 激情满腹的讲述 对怀王是如何如何的忠诚 但总好像在掩饰其私心 就是 宋义好像正在为儿子送香之时 往齐派驻使者 齐国的使者 也频频来到这里 而安阳 与齐的距离最近 真是个大骗子 是啊 记住 真相 不能跟相将军讲 知道吗 因为他一心想在关中称霸 一旦告诉他 不知道他会对宋义干些什么 弄不好 会是储君全军亏散 可是 士兵们马上就开始吃不饱了 安阳这座小城既没有粮仓 附近也没有什么村庄 兵士们成群结伙地出去找吃的 到附近的山上挖野菜 不过很快野菜也没有了 兵士们为吃不饱肚子苦不堪咽 尤为要命的是 一天比一天冷啊 兵士们又开始为取暖发愁 安阳这一带 本是一片荒芜人烟的低洼地区 树木也很少 兵士们只能砍下仅有的树木 进行取火 您看 将军 什么胸有成竹 什么富有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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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军滞留在这里已经四十六天了 我的弟兄们是来打仗的 不是来活受罪的 他们是老虎 不是野狗 那个家伙在哪里 这几日他与齐国使臣在一起 此刻应该在中军大营中 与他们饮酒 什么 这时候他还在饮酒 将军 楚国的酒可是好酒啊 请请请请 大人请大人来来来 此意此意 此意此意 将军请 好酒 真是好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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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上此意啊 来 清子官军大人 鲁公啊 别叫我鲁公 我是名将军 承蒙大王的器重 派我去巨鹿作战 借赵国之为 但如今 不去拼杀 却在这里饮酒作乐 是 是问你对得起 大王对你的器重与信任吗 于将军稍安勿躁 你可知道牛蒙吗 何意 于将军 早就想早日去巨鹿 击溃张寒的大军 可你知道 那张寒 就是一只牛蒙啊 你要是用手去打他 不但打不到牛蒙 甚至连牛身上的 狮子和跳蚤 你都不能把他们 一块儿杀掉 如今 张寒正在攻打赵的巨鹿城 即便是取胜 那秦军也是疲惫不堪 我们为什么不趁秦军 疲惫不堪的时候去攻打他呢 一定有胜算 这时候 绝不可操之过急呀 要论起披肩持锐 征战沙场 那我宋义 比不了你与将军 可是 若论在这军帐中运筹帽 那你与将军 就比不过我宋义了 来来来来 士兵们就在挨握 战争 战事就是要受苦 不能吃苦的战事 是打不了胜仗的 尽管如此 但亲自观君大人 你在这儿日夜白酒设宴 款待这些齐国的使者 难道你就完全没有 把士兵们的痛楚 放在心上吗 于将军 大王把如此重任 交给我宋义 却没有交给你于将军 接待齐国使者 也是为了楚国的利益 不错 是有些士兵 因为又冷又恶 怨天忧人 那是说明他们对 楚国的爱还不够深 你 于将军 对于这些士兵 你要 适当地惩戒呀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喝喝喝 大人请 请 好好好 liamo document 各位慢用 鼓行 湘inker bum 好好 来来来来来来 刘邦军正在攻打立场 前军奋力拼杀 没想到咱们的机会来得这么快 大家听好了 全军前进 穿过前面的山谷 别让敌人发现我们 好 不好 都埋伏了 撤 走 走 快 跪 小大人 我是魏王旗下的大将 你为何如此待我 为什么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 何谈鬼鬼祟祟 我是奉命行使 为什么杀我们的人 你不必摇紧牙关 你们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既然如此 何必多问啊 魏王是忠厚之人 不会让你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你是被人利用了 谁利用谁 小大人 你未免定论得太早了吧 我家主公不是杀 换了项羽将军 你十个脑袋都不够地砍的 怎么 朕想让我把你送回到他那儿去吗 此事与项羽将军无关 那跟谁有关 是吗 我知道 这件事不是魏王的意思 也不是项羽将军的意思 是那个人的意思 哪个人 那让你在摇关下手的人 那个让你在摇关下手的人 说 他是不是 犯赠 别跟他啰嗦了 那五千兵马全部重军 刚果后 你杀了我们两百士兵 只有用你的命来祭他们 杀了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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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不服 走 走 老子不服 坐 老子不服 军师 宋义带这正带了列队出城了 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据末将打探 宋义是为了儿子宋乡 在其当宰相之事 已经交涉成功 他们出城是要到屋檐 为其使者和宋乡送刑的 送什么东西呢 就是 是不是应该把情况 向羽将军据事一告呢 如果末将知情不报 可能就说不过去了 好吧 诺 再这样下去 出去要彻底地崩溃了 你不要命 宋义 私下与其 进行纵横和谈活动 原来疼兵不动的原因 就在于此 我 我对他口中突出的 如何如何忠心爱国的骗人言辞 早就已经听得不耐烦了 只是因为有所顾虑 所以不能表达出来而已 如今看来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私事 将军昨日才去中军长 与青子冠军大人讨要说法 今日一早 他就在全军贴下这条军令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猛如虎 猛如虎 狠如羊 贪如狼 强不可使者 即 斩 知 被如此讽刺 仍能保持沉默 我们的豫将军 有变化 正是 是 一直以来 以国家栋梁之才自居的 青子冠军大人 做了那么多虚伪的事情 羽将军早已经忍无可忍了 可他还是忍气吞声地退让 这 来 谢谢羽将军 天寒地冻 诸位辛苦了 谢谢羽将军 来 给 谢谢羽将军 谢谢羽将军 羽将军 送义回来了 好 谢谢羽将军 你们继续发 诺 跟上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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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慢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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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万万不可呀将军 任何人不许跟着我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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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辱宫吧 大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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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有人不许轻举妄动 否则格上无论 宋义守机在此 宋义私下与其串通 据楚为己有 王毅之情 传密诏给本将 据此 已将其诛杀 各位有没有异议 没有 起初立楚王的 就是向将军一家 如今有人谋反 应当诛之 将军之争却无人怀疑 早在起兵 江南无中 赌长江设淮水之事 有像松义这种 欺世之辈吗 有吗 肯定没有 全都是为付出 而集结的生死之事 我叔父 向良公为大义捐躯 我等 当以齐为榜样 铲除暴秦 抛洒热血 当慷慨丈夫 而不是在这里 为缩苟活 让秦人笑话 请各位 拿出我处人的气节 与勇气 追随我项羽 重建我大处的光荣 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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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爺爺 宋义的儿子呢 在帐篷里 你把他抓住了 手机在帐篷里 得知你气冲冲地找宋义 我知道事情不妙 就叫于子齐 带了一对骑兵 在去齐国的路上 把他给截杀了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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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既然你做了决定 不管怎么样 有漏洞老夫也得堵上 不过老夫有话要对你说 娘夫请讲 以后你在做这决定的时候 能不能事先跟我说一声 能 能就好了 怪老头 不过我喜欢 急步 马上带上宋义父子人头 向淮王通报他们反叛的罪行 还有些话请私下告诉淮王 告诉淮王 将军 这有事 乡亲们 宋义父子 那不是一个人头吗 因谋造反 我大军出生在外之时 是啊 他却暗碰他国 欲将我楚国的土地成国 枉手相送 白王英明 查明真相后 特派项羽将军 想必贼父子 就地出死 以人头示众 杀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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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